听到党产会要来讨钱 将中广视为国民党赴随组织 现任董事长赵绍康很不服气 党产会向中广追讨气7.3亿 其中国民党出售地宝土地获利就占了67亿 赵绍康不能接售的是 2006年买下中广之前地宝土地早已卖出 要讨钱债主也不会是他 整个中广公司当时出售地宝土地的获利并没有汇出 还留在中广公司里面 只是他变成了另外两栋大楼 都是全部说卖了地宝 然后就买了松江跟林申 不是这样子的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贷款买来的 这个都要讲清楚的 周世康给亲国民党则嘲讽 根本是选举到党产跪抢这当东厂 这个时间点来认定中广为负水组织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操作 过去党产会追杀政敌的一个事迹 难道还少吗 中国大陆搞文革 现在人家都已经进步了 在搞经济了 你这还要继续搞文革吗 就是说选举到了 其实似乎什么怪事都有 连党产会又开始追起党产来了 停了好久一阵子 最近又开始启动这些国家机器 其实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选举嘛 党产会要求一个月内编列预算 中广则不愿意接下这天上掉下来的庞大 债务收到处分书后 不排除提起行政诉讼 借中国报道